黄芜的大漠 作伴的羊群 这里是非洲索马里 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 女孩儿叫华丽丝 意为沙漠之花 这种植物生命里顽强 有少许雨露就能存活 身为游牧家庭一员 她的童年是在感知牛羊 鼠星星当中长大 而她的命运就像那漫天飞舞的黄沙 随风飘摇 九年以后 英国伦敦街头 华丽丝依旧一袭粉色长裙 茫然走在街头 她走进一家商场 见什么就顺什么 不一会儿就收获满满 这时 岛购员马里莲发现端倪 眼看对方要报警 华丽丝被吓得落荒而逃 她躲进厕所 因为身无分文 今晚只能在这里过夜 趁着没人 她拿出自己的护照看了又看 不多时 马里莲情绪失控 走进厕所 她是名巴黎舞学员 却屡屡被各大舞蹈学院拒绝 寻找纸巾之际 被里面的华丽丝吓一跳 奈何 她不会讲英语 而马里莲也不会锁马里语 两人鸡同鸭讲半天 马里莲不想纠缠 收拾东西 出了厕所 但华丽丝就向狗皮膏药跟着她 想请她帮忙找一个人 可因为语言不通 再加上马里莲心情不佳 便快步甩掉眼前这个烦人的女人 入夜 无家可归的华丽丝 流浪街头 饿了就去垃圾桶找吃的 困了就在街角一墙而睡 第二天 华丽丝在公交车上堵到马里莲 见她着实有些可怜 便答应收留她一晚 马里莲住的是旅馆 老板娘是个硬义的女人 看着华丽丝那清澈的眼神 以及无害而脏兮兮的脸 也顿生怜悯之心 答应放她上楼 华丽丝高兴地亲吻着对方的手背 然后喊出一句妈妈 老板娘听到这个特殊的词 心海泛起一丝丝涟漪 四日 华丽丝将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 还准备好咖啡 马里莲微微感动 看着这个单纯淳朴的非洲女孩 决定帮一帮她 这个地址正在招服务员 你可以去试一试 分别之际天气渐寒 马里莲脱下羽绒服送给她 华丽丝根据地址 在麦当劳找到一份清洁员的工作 为挣钱养活自己 再累再脏的活也肯干 偶然间一位客人注意到她 对方瞬间被她那精致的五官 和独特的气质吸引 男人是位摄影师 她递给华丽丝一张名片 如果你愿意 请联系我 华丽丝听不懂英语 但还是很礼貌地 将名片放进衣服口袋里 夜晚 她跟着马里莲再次来到旅馆 在她那双清澈眼神攻击下 老板娘只得破例 两人同住一间房 从这晚开始 华丽丝一边刻苦学习英语 一边努力工作养活自己 这时 旅馆的水电工尼尔前来送信 自从看到华丽丝的第一眼 便深陷前海 总找机会来聊天 信是舞蹈学院寄来的 这次依旧是拒绝 马里莲沮丧万分 被现实打击到 如同步入绝望的深渊 为帮好友书解心情 华丽丝提议去酒吧放松一下 里面灯红酒绿 伴着劲爆的音乐 马里莲释放着内心的压抑 而华丽丝穿着一件羽绒服 安静地站在一旁 显得很突兀 这时 一名帅气的黑人男士 注意到他 两人匆匆对视几秒 华丽丝害羞地转过头去 男人主动走过来搭讪 他叫哈罗德 来自美国纽约 聊暑以后 哈罗德主动牵起他的手 暧昧的灯光下 男人轻搂着他的腰慢慢舞动 华丽丝的内心 泛起从未有过的嫉妒 但下一秒 他似乎想起什么 像灰姑娘一般逃出酒吧 来到河边 夜色轻浮人心 华丽丝大口喘着气 那股复杂的情感 才稍稍抚慰 等他回到旅馆 却意外撞见 玛丽丞正在和刚认识的男人欢爱 激情过后 他谴责这种行为是不正派的 玛丽丞反驳道 正派的女人 也拥有享乐的自由 同时被尊重的权利 华丽丝更加疑惑 难道你没被割离 这是我们非洲保持处女身的方法 祖祖辈辈遵循的 等到新婚之夜再由丈夫割开同房 全世界都是这样 不是吗 见玛丽丞一头雾水 华丽丝脱下裤子 一瞬间 他被震惊的无语凝掖 在如此文明的社会 居然还有这种可怕的存在 他脱下裤子 向眼前可怜的女孩证明 女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那一刻 华丽丝如遭雷迹 惊诧 伪惧痛苦 涌上心头 从小根深蒂固的铁绿 居然如此荒唐至极 第二天 两人到公园散心 华丽丝掏出东西时 拿出那张名片 玛丽丞不敢置信 这可是英国最好的摄影师唐纳森 曾经为戴安娜王妃拍过照 如果给他当模特 一定能赚很多钱 说到这里 玛丽丞掏出一张写有地址的纸 这是哈罗德留下的 希望两人有一天能在纽约见面 相互打去间 华丽丝突然腹痛男人 原来被割礼后的女性来跃室 会更加疼痛 送到医院后 华丽丝鼓起万分勇气 才接受男性医生为自己检查 医生检查后 无比震惊 因为语言不通 便找来一位索马里护工冲荡翻译 医生希望他能尽快接受手术 但同胞根本没有翻译医生的话 而是用母语怒骂华丽丝 把身体给男人看 你不羞耻吗 我们的传统不关外人的事 如果你敢改变 就是对不起父母 背叛民族 我真的为你可耻 恶毒的话生生入耳 华丽丝逃离医院 传统和理智的撕扯 让他痛不欲生 街头商店里 有几名带头巾的非洲女性 在里面购物 华丽丝茫然看着 思绪飞回索马里 十二岁那年 初来月时的她 痛得彻夜难眠 母亲安慰道 这是好事 意味着你已经是女人了 没想到 第二晚 父亲就以五头骆驼 将她许配给一个老嫂 当她的第四任妻子 看着面前 可以做自己爷爷的男人 再看看无边无际的沙漠 永远荒芜 没有一丝希望 那一刻 她决定逃婚 醒来的母亲 看着女儿的背影 没有阻止 她不是不知道 这样做的后果 但作为母亲 作为这片土地的女人 就让女儿逃吧 虽然前方生死微卜 但远比这里的人生要好 华丽丝赤着脚 一个人走在戈壁滩上 乱石之中 军烈的大地 困了就露宿荒野 饿了就啃食树叶 稚嫩的双脚鲜血淋漓 几次在生死之间徘徊 凭借顽强意志 华丽丝终于来到首都 摩加底沙 外婆是个通达 且民事里的老人 她告诉华丽丝 当年你母亲不顾全家人的反对 为爱情离家出走 穿越沙漠 嫁给你父亲 一个游牧民族的男人 外婆曾经想过 女儿这样做会不会幸福 但她相信 女儿受这些苦 一定是为了什么值得的东西 如今 眼前的外孙女一定也是这样 橱窗外 华丽丝想起外婆这句话 她经历九死一生 拼命逃离故土 不就是为新人生吗 想通后 华丽丝返回医院 手术很成功 她的命运 真正开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坑复后 华丽丝根据地址 找到摄影师唐纳森 对方问她 为什么想当模特 华丽丝说 我不在乎 我只对更好的生活有兴趣 事实证明 唐纳森的眼光十分毒辣 华丽丝的轮廓的确很美 就连经纪公司的女主管都赞叹不已 随后 她被安排视镜 在闪耀的聚光灯下 华丽丝光彩照人 她那巧克力色的皮肤 就像一朵摘自非洲草原的野花 美而不妖 艳而不俗 一平一笑间 又透露着大草原的狂野和洒脱 女主管欣喜万分 决定安排她参加全球所有的顶级秀场 从非洲沙漠 一路走到世界天桥 但华丽丝不会走猫步 她只好找到玛丽莲 并送上精心准备的名贵手表 随后 作为舞蹈生的玛丽莲 开始教她走猫步 华丽丝人很聪明 也很有天赋 即便是如此简陋的走廊 也无法掩盖她的光芒 就在两人玩得不亦乐乎时 尼尔忍不住开口打断 原来女主管在楼下大发雷霆 细问之下 才得知华丽丝的护照已经过期六年 这就意味着她不能出国 甚至还会被钱送回索马里 那公司投资在她身上的钱 也相当于打了水漂 这时 尼尔单膝跪地 向华丽丝求婚 按照法律 只要与本国人士结婚满一年 就能取得永久居留签证 当然 这只是假结婚 但华丽丝下周二就要出国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老板娘善意的提醒到 说自己有特殊渠道 可以帮华丽丝搞定护照 周二 女主管领着一大群抄模 走向机场 但在过个安检时 华丽丝却被海关拦截下来 还被关进拘留室 等待她的 必然是遣送回国 那一刻 绝望 委居 不甘 齐勇心头 恍惚间 华丽丝回忆起六年前 因为自己的逃婚 母亲遭到父亲的毒打 因担心父亲会随时来抓自己 外婆决定将她送到英国 姨妈那里 姨妈是索马里住伦敦大使的夫人 她正在招庸人 临行前 外婆嘱咐华丽丝 那里的人们会设法改变你 但一定不要忘记故乡 在登基前 华丽丝看着这片大地 一股悲怅 两行热泪 三眼不舍 到达伦敦后 本以为迎来的是崭星的人生 但姨妈对她就像对待下人般 没有工钱 住的是地下室 天天干不完的家务 做不完的情节 甚至连看电视的权利都没有 像乞丐般被赶出客厅 流年似水 华丽丝渐渐长大 因为姨妈限制她的自由 不准与外界沟通 至今还不会说英语 某天 电视里正在播放索马里爆发内战的新闻 所有人都被急招回国 华丽丝知道一旦回去将前功请弃 她趁乱拿着护照留出大使馆 直到遇见玛丽莲 从回忆醒来后 有人为华丽丝交了高额保时金 而移民局也以政治难民的身份 允许她在伦敦待六个月 回到旅馆 华丽丝才得知保时金是老板娘交的 原来她好心办错事 托人办的护照居然是假的 所以华丽丝才会被抓 老板娘一脸愧疚和自责 说这些钱不用还了 如今 想要留在这个国家 唯一的办法 就是跟尼尔甲结婚 领一张结婚证 为防止移民局突击检查 两人还要伪造夫妻生活的假象 这时 全球最著名的贝奈利公司 正在选年利封面女郎 如果华丽丝能够选上 那人生轨迹将彻底改变 不过 这次拍摄 需要脱掉全部衣服 从小经受过传统观念熏陶的华丽丝 犹豫不决 紧张到呼吸急促 唐纳森教他彻底释放自己的美 坦然去面对自己的身体 在对方的引导下 华丽丝一点一点地打开自己 那些清贫浅笑 就好像初秋的微雨 润舞细无声 又好像非洲沙漠里的甘泉 或者被雪地包裹住的黑珍珠 几分坚韧 几分娇羞 几分夺目 恍惚间 爱的使者 走进他彻底开放的心门 两人接吻缠绵 华丽丝终于感受到 作为女人的快乐 和被爱的权利 但下一秒 他就被闪光灯拉回现实 拍摄结束后 海风拂面 海花朵朵 他的思绪 停留在那张写有地址的纸上 然后随风随浪 微微荡开 回到家里 尼尔突然情绪失控 他深爱着他 两人也是夫妻 但却无法得到 这对一个男人来说 是何等的折磨 是何等的痛苦 深夜 移民局突然到访 两人伪装成 安爱的夫妻应付着检查 但尼尔却趁机强吻华丽丝 他万分厌恶地推开对方 第二晚 尼尔又想假戏真做 虽然华丽丝很感谢 眼前这个男人 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但人情归人情 不爱归不爱 不久后 华丽丝终于通过 永久拘留的签证申请 他摘下那枚戒指 将他物归原主 然后全身心投入到 模特事业上 那段时间 他成为了 梯台上最夺目的存在 从珠宝到时装 从封面女郎 到时尚宠儿 迎面走来的华丽丝 就像一团熊熊烈火 不羁且狂野地燃烧着 纵然美貌紧抓人眼 但由心散发的从容和自信 更为闪耀 渐渐的财富和地位 也紧随而来 只是当繁华退去 情感的空虚 让人无所适处 他突然想起那张写有地址的纸 然后义无反顾地飞去纽约 当见到那个 令自己魂牵梦绕的男人时 对方身边已有心人 殊不知 那只是男人的合租室友 但他连问的勇气都没有 匆匆逃离 额簇心痛地奔跑在街头 一场无尘的邂逅 终究是自作多情 不久后 华丽丝暂停模特事业 接受BBC采访 并合作拍摄纪录片 改变我人生的那一天 观众们最想听的 当然是牧羊女 被著名摄影师发现 然后成为名模的故事 但华丽丝摇摇头 说不是 三岁那年 母亲牵着我来到一片 茫茫的乱石戈壁中 不远处 戈里丝从山上走下来 老巫婆掏出血迹斑斑的刀片 没有任何麻醉和消毒措施 只有赤裸裸的剥夺 光天化日下的屠戮 岩石被鲜血染红 突就闻着血腥味 在高空盘旋 伴着华丽丝撕心裂肺的痛好 这里就是恐怖的人间炼狱 割离后 母亲要回去照顾弟弟妹妹 华丽丝被丢在乱石中 因为感染 还差点失去性命 多年后 华丽丝再次回到这里 时光风干了曾经的血迹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但等待她的 是长期生不如死的痛苦 也是所有索马里女人一生的恶 听罢 女记者已泣不成声 华丽丝的事迹已经发布 全球一片哗然 如今还有无数的女性 正在遭受着一可怕的酷刑 童年 华丽丝放弃如日中天的模特视野 她站在联合国演讲台上 控诉 这一丑恶罪行 三千年来 非洲无数家庭相信 女人双腿间的东西 是不洁的 不干净的 必须割除 缝起来 等到结婚后 再由丈夫割开 这样 就能确保我们的真洁 和美德 而没被割离的女孩 是不能结婚的 甚至会被逐出村庄 我经历过她 并活了下来 但我的两个姐妹 却没有那么幸运 如今 这种陋习还在延续 对那些歌里的女性而言 无论是心理上 或生理上 都将是终身折磨 但正是她们 才撑起整个非洲 如果我们早些废除这些 非洲该是多么富强 小时候 我说我不想做女人 因为我的母亲 姐姐妹妹 邻居 是如此的痛苦 如此的不快乐 但现在 我很荣幸 自己是一名女人 看过那么多苦 受过那么多罪 一定是 为了什么值得的东西 沙漠之花 根据索马里 黑人超谋 华丽丝迪里的自传 畅销书改编 自我的成就 来自个人意志 一个人的辉煌 不值得去铭记 她从沙漠中走来 带着深深的绝望和自卑 而她走下梯台 直面真实的勇气 和超脱的伟大 她的闪耀 在于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 这朵沙漠之花 凭借顽强和努力 才能盛情绽放 但在荒漠里 还有无数被埋没的种子 在光天化日下 被陈旧的陋血压迫着 据不完全统计 全世界有1.3亿女性 受割离影响 不仅在非洲和亚洲 在欧洲和美国 都有这一残忍的传统 华丽丝是第一个 公开反对割离的女性 1997年 她被联合国任命为特别大使 打击这种暴行 尽管如此 这种行为至今 人是静而不止 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 每天仍有超过 6000名女童被割离 这条捍卫女性的道路 漫长险阻 还有很多女孩 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愿这些陋习早日被废除 愿姑娘众身万象 都不再伤害你 愿你喜 愿你一生被爱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到这里 下周四 我们不见不散